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今天是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 我今天的视频呢,想跟大家聊一下呢,关于这个澳大利亚现在又跟中国这个捣乱了 但是呢,中国也不怕他,中国早就撂到了他这一招 那说这之前呢,我就想发表一下我的感慨 有的网友说呢,韩梅,你为什么老跑天,因为呢,我跟大家,我不是一个新闻频道 我不是跟大家报告新闻的,我都是借题发挥 我想跟大家报告一新闻,我看到这新闻,有什么想法,我就想跟大家,我就想抒发一下 就是这么简单,好吧,我请大家能够忍耐一下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也想呢,大家不要是光听热闹,说哎呀,发生这么一件事,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你看看,如果你想不到什么的话呢 你看看还没说的,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对吧,你也想一想 就是呢,我今天,我就是 我就是想到什么呢,我就脑子里面 我就觉得呢,中国现在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说 我听到国内的有一些声音,有的声音 有的声音就是说呢,现在习近平领导的这个政府啊,不好 你看看,现在在世界上呢,到处树底 这些国家,这尤其是先进的国家,都在攻击中国 就交了一帮穷朋友 但是呢,你要知道,你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你来领导一下,这个大国你试试 当我们穷的时候呢 别人就是来捏过我们 来控制我们 来这个,让我们这个 撅着屁股为他们干活 然后生产的东西呢,供他们享受 什么也不说,对不对 就像他们的奴隶似的 那那时候,当然是他们不来欺负你了 现在中国富强了 中国富强了,还没怎么富强了 说实在的 国内呢,有的朋友就是说 哎,现在中国你就是太高调了 你搞那么高调干什么 中国真没高调 中国什么时候高调了,对不对 我觉得说这话呢 就是对习近平挺不公平的 我觉得 没有高调啊 中国搞一个说中国制造2025 那搞一个这样的目标怎么了 对不对 然后中国呢,现在每一个五年计划 其实都定的目标都不是很高 中国并没有吹自己 其实中国有很多方面 其实挺牛的 挺牛的 但是中国都没有吹 其实 有的人说呢 你天天看那个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就是吹牛的 没有 新闻联播里面哪有吹牛啊 哪有吹牛啊 也都是报道一些个民生方面的一些事情 基本的民生方面一些事情 报道一点那个世界上 世界上的这个跟中国有关的外交方面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并没有吹牛 并没有吹牛 中国 但是呢 中国现在GDP 达到了人均 人均一万美元 人均一万美元 真的是不算什么 根本就不算什么 美国六万美元呢 对不对 加拿大也五万多美元呢 人均 比我们高那么多 但是呢 美国就是看不得中国好 就是看不得中国好 看着中国好一点就要 就要打压你 中国现在在世界上呢 可能说出来的话呢 能引起了一点共鸣 然后就是美国也不行 哇 你现在你竟然还在世界上说话了 就不行 对吧 这就是美国全方位打压你 然后美国的有一些这个狐朋狗友 他们的五眼联盟 以这个 有的人还说这个加拿大是美国的狗腿子 其实加拿大不是美国的狗腿子 真不是因为我现在呢 是加拿大人而这么说 我的切身体会 加拿大真不是他的狗腿子 我现在看清楚了 加拿大的狗腿子那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真是美国的狗腿子啊 那我今天说的这个事呢 也是澳大利亚 我们就知道 打从这个疫情以来呢 澳大利亚就更加的疯狂了 更加跳得更加的慌了 对吧 为美国发声 美国这个刚一 这刚手刚举起来 他马上就接着茬过去了 对吧 说调查中国呀 这个哪个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 我今天想说的是呢 澳大利亚 那这两天呢 又拿出来一招 是因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小事 这个新闻呢 都被一些大的新闻淹没下去 那就是呢 瑞典呢 有一个公司 瑞典那个公司呢 叫做 瑞典那个公司呢 叫做瑞典空间研究中心 瑞典的空间研究中心呢 在澳大利亚 有两个卫星站 那其中一个卫星站呢 就和中国在2011年的时候 签订了一个合约 这个 这个卫星站呢 给中国提供一些空间的 技术支持 比如说中国是在 前两年的 给中国这个 太空探索的科学项目提供支持 比如说2013年 中国的神舟10号飞船 就得到了这个卫星站的 提供的技术支持 这两天呢 这个澳大利亚这边就发表了一什么呢 说这个卫星站呀 合约一旦到期的话 将停止 停止续约 就不再给中国提供支持了 这个卫星站 它不是属于瑞典的空间研究中心吗 瑞典的空间研究中心呢 就给媒体 给各大媒体 发了一个email 跟他们讲 说因为地缘政治的复杂化 澳大利亚的这个卫星 卫星站呢 就会在到期之后呢 停止和中国续约 那这个约呢 是2011年生效的 说到什么时候到期 这个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这个结构眼上 如果是发出来了这么个email 说到期就不再续了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 因为2011年嘛 对吧 签的 一般的来说呢 这样的 如果是10年有效期的话 那就应该是到2021年 应该是到明年就到期 所以他现在提出来 说明年到期 续签不续签啊 这个事情 那现在他们就决定 就不续签了 这个目的呢 就是很显然的 对吧 现在美国呢 和中国之间呢 是一个全方位的 一个竞争的关系 我在此呢 我还再发表一个 我自己这些天以来啊 我自己就瞎琢磨 我自己就琢磨呢 中国中国呢 现在也发展这个 宇宙空间的这些技术 对吧 你像中国的这个北斗 发的那些卫星呢 已经都发齐了 现在北斗呢 已经是就进入这个 技术的应用的阶段了 对吧 提供这种服务了 但是美国呢 他们现在就大力的 发展这个空间 宇宙空间的这些开发 他曾经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还专门成立了 叫太空军 对吧 大力的研发这个空间 就是我看到有报道呢 美国现在还发展什么技术呢 就是他能够把别人的 卫星给摘除 你发到太空里面的 那些这个卫星呢 他就说他可以摘除 他以什么借口 他就会以说增加了 这个太空的垃圾的名义来摘除 那前一阵的呢 他还联合西方的国家呢 成立了一个太空资源开发 太空资源开发联盟吧 然后呢 就是想制定一些太空资源开发的一些规则 那在这里面呢 俄罗斯就提出来了抗议 说你不能 那个太空资源是大家的 你不能由你美国说了算 不是你美国的 也不是你某一些国家的 你知道吗 中国现在呢 在这个发展太空 美国也很有可能就跟你捣乱 把你的星给你摘了呀 对吧 那个北斗 你不是那么多星吗 他又把你的身上给你摘了 找各种借口对吧 说这是太空垃圾了 妨碍这个妨碍那个了 对不对 小心他 中国应该小心他 我觉得未来呢 美国一定是会耍这一套的 他现在呢 就以说 危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为由 来打压这个打压那个 将来他会以说 太空垃圾为由 把你的星给你摘了 那他现在呢 就是 这个澳大利亚 应该是澳大利亚 现在这个报道呢 非常简短 是由这个路透社做的一个 简短的报道 那 这个路透社呢 也向中国一方 澳大利亚一方 都要求他们回应这件事情 澳大利亚和中国呢 都没有对这件事情进行回应 现在呢 就是说 什么时候到期 我猜很有可能是2021到期 那这个 是由瑞典的空间研究中心 他们发出来的 这个对媒体发出来的 这个email 但是呢 这背后一定是澳大利亚呀 因为瑞典的空间研究中心 他们这个卫星站有的是啊 那在澳大利亚呢 他也是有这个 卫星站 这个中国 给中国提供服务 这个卫星站的旁边啊 就还有一个卫星站 是给美国提供服务的 那他并没有发出来说 美国的那个也停止 并没有 就跟中国的停止 说是地缘政治的原因 那就是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 这个关系呗 甚至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呗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呗 但是这些东西呢 我告诉你 我一开头我就说了 中国已经想到了 中国已经想到了 中国说什么时候想到了 怎么想到的 应该是就根据平常澳大利亚的 这些表现呗 对不对 然后就想到了这一事 为什么想到这一事呢 我为什么说他想到了这一事呢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还记得吗 蔡英文呢 他仅有的几个邦交国呢 他失去了一个太平洋的一个 岛国的邦交国 他叫基里巴斯 大家还记得吗 基里巴斯这个邦交国呢 在2019年的时候 就宣布和台湾断交 然后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其实这个基里巴斯这个岛国呢 以前和中国就有外交关系 他在中间一段时间呢 他背叛了中国 然后跑去跟台湾建交了 现在呢就又回来了 那这个呢 不是说 现在看来啊 不是说中国就是跟台湾志气 跟台湾志气捣乱 不是的 不是的 中国是有大战略考虑的 这个岛国呢 是在南太平洋的 就离澳大利亚就很近的 那这个岛呢 这个岛国 他那儿呢 也有一个卫星站 我想呢 中国就早做好了准备 一旦到2021年 澳大利亚这个 这个 这个合约啊 到期之后呢 中国马上就可以启用 基里巴斯的这个卫星站 就是 就是我这个视频的主题 就是澳大利亚呢 使出来了 这个釜底抽薪的这一手呢 中国早就料到了 就和那个华为一样料到了 有备胎的 不影响中国的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这个老是不好使 又不好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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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